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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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Logery學的朋友大家好 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接下來要推出的新作 鋼彈NARRATIVE當中的獨角獸三號 及鳳凰的破壞模式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 就是他局部的一些特寫 各位還是可以看到說 組裝起來呢 他的水紋跟湯口還是相當的明顯 不過呢整體零件的亮光的這個表面呢 讓他看起來還是相當有質感的 很像有一種特別特殊材質的這種感覺 好 那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 就是獨角獸三號機鳳凰的破壞模式啦 我們首先呢可以看到說他組裝起來呢 是相當的帥氣 那整個獨角獸呢 都是這種黃色系的 看起來呢相當的帥氣 那不曉得之後呢 會不會推出另外的版本 有可能是電鍍啊等等的版本呢 看起來呢一定會更加的閃亮 好 那他的諸多的細節呢 各位呢可以看到說呢 除了一開始跟各位提到的水紋之外呢 他製作起來呢 跟之前的獨角獸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最大的特別呢 就是他後面這兩個盾牌 還有呢就是他的尾巴 這個尾巴在這邊 好 那整個透過宣傳片來看呢 目前呢只有獨角獸呢 在飛翔的樣子 目前呢並沒有看到說呢 這個獨角獸呢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展示 或是呢特別的表現 那整個可動性來說呢 是略有點可惜的 因為呢一定會被後面呢 盾牌給干擾 加上呢自己本身的可動性呢 也稍微可惜了一些 不過呢劇中 他在說明書裡面呢有提到說 就是這個光速槍呢 可以放在手的後面這邊 這邊 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你如果把盾牌裝上去之後啊 他的空間呢只有這樣子 所以呢他的 槍呢應該是裝不上去的 好 這個呢就是獨角獸三號機 好 那做完之後呢 是相當的帥氣 但是呢把玩性呢 相對的呢就稍微低了一些 很多地方呢都是必須要靠 腳架的角度呢來呈現呢 飛翔的感覺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 獨角獸三號機 鳳凰的破壞模式 是接下來鋼彈narrative當中的版本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會用照片呢 來跟各位展示一些 細節還有更多呢帥氣的知識 那喜歡LG學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在下面按個訂閱 那想要知道第一手影片訊息的呢 可以到Live on Gamehouse的Facebook按讚 好那今天呢 完成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G學的朋友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出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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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 by bwd6